好那心裡怎麼觀察這場選戰 事實上選戰已經進入 倒數這個將近100天 這個距離最後投票日非常接近了 可是吵吵鬧鬧了大半年 藍白當然是很難合 可是整個選戰的 特別是國家大選的主軸 幾乎是散亂的 然後剛剛也提到 很多區域立委有在投入選舉 事實上很多選民也都無感 然後他們的焦點 也通通都被模糊掉 從1996年第一次民選總統到現在 我覺得最無聊的總統選戰 就是這一次 為什麼無聊呢 完全沒有總統的一個格局 就是國家未來的方向 說賴清德是一個穩定的候選人之外 你看到現在還在討論和 台灣民眾黨什麼時候成立的 是2019年 就是一個成立不到四年的政黨 他就已經開始決定 考慮要被併購或者要併購別人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他自己都沒有歷經過總統大選的一個政黨 他們現在一直在幻想著要複製過去的聯宋配 可是聯宋配不一樣的是 他們是戲初同盟啊 連戰宋楚瑜兩位當時都是國民黨的非常 等於說是非常重要的人士 所以他們要結合曾經分開 然後要再結合那是很容易 因為理念思想包含選舉的模式跟組織的操盤模式 都一模一樣 只是他們過去各立三頭 所以分開然後又結合 可是你看我們來看一下柯文哲 他從台北市長的當選 第一次的當選是民進黨全然的支持 第二次雖然民進黨有候選人 但是民進黨也是有一部分的人過去支持柯文哲 所以他當選他是驚險的當選 贏三千票而已 也就是說看得出來柯文哲自己在政治的基石上 他自己的地盤並不穩固 他還是要仰賴別人溢出的選票來支持他 所以台灣民眾黨本來就是一個空虛的政黨 尤其是台灣民眾黨又是個光黨民 就是一個剽竊的政黨 所以剛剛在講到一個山寨百的政黨 他怎麼會知道他的連政條例呢 剛剛有提到高宏安是這個民眾黨的 整個是崩盤 可是我覺得張藝善離開台灣民眾黨 是台灣民眾黨衰敗的開始 因為最起碼藝善跟我認識多年 他最起碼知道一個政黨該有的組織架構 包含你說的連政條例 然後你的中職會中平會 你要怎麼去開會清清楚楚 自從藝善這支龍條離開了之後 你看這個黨完全黨不像黨 就是一人決定算了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合與不合 柯文哲尤其看到他現在的年輕選票 還這麼高的支持度的時候 他怎麼可能跟你合呢 他今天也是他現在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瞧不起你侯友誼啊 但是因為柯文哲自己沒有超過大選的盤 所以他也不知道說他今天看出來的民調 民調跟真實的投票其實是兩回事 所以他到底在中南部 他到底能夠開出多少票 他也不知道 尤其是新竹經驗現在已經是個慘敗經驗 我剛剛在講 剛剛我們私下在聊 我說現在新竹是帶給民眾 就像那個滿清十大酷刑 不是有那個真床嗎 你現在到底是不是壓著新竹經驗 去推廣你自己 你真的是躺也不是 離開也不是啊 你已經走不開了 所以這樣綁在一起的情況下呢 其實還有各縣市的首長 還有電風頭人也在看啦 你柯文哲你到底懂不懂得跟地方人士來合作 合作這件事有很多的奧妙喔 不見得是只有利益的交換喔 人家說放拌這些都是喔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包含侯友誼 包含柯文哲 包含郭台銘 其實這三位 對於這些地方要人的連結 他們都還是很弱 所以你會剛有看到說為什麼現在立委選舉那麼冷 因為等於還在觀望啊 我到底搞不好你們國民黨藍的不成氣候 對不對藍白都不成氣候 我也許我就騎空啊 最起碼如果萬一賴清德當選了之後 我不要去得罪中央嘛 大家有很多地方上需要上面支持的 中央支持的案子 我何必這個時候去當壞人 所以你看現在選情是我看過最冷最冷的總統選單 到今天為止 包含立委選情也很亂 為什麼 國民黨現在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要靠哪隻母雞啊 我今天靠了侯友誼 就萬一你後來是柯侯配咧 那我不就被壓死了 我現在去靠柯文哲 到時候是侯柯配怎麼辦呢 所以大家都在精算 但是這個精算的時候 我覺得藍白和這個議題 如果不趕快訂案 包含國會的合作不趕快訂案的話 其實這場選戰會讓人民越來越坑不到選舉的主軸 那也會讓人民越來越擔心 我沒有我坦白說到現在為止 我真的是看過一場最無趣的總統選戰 就在這一局 到今天為止都還在討論誰要跟誰合作 而且一個才沉黎四眼 你知道四年前這個時候我們在討論的其實是香港反送中 是沒有重要的議題 這個變成票投國民黨就是支持習近平 對不對 然後這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去年應該說四年前的這個時間點 香港反送中還在延燒 然後年輕的世代到最後在香港 強硬派是打死不退的 所以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的那一些小朋友 要開學了可是還在抗爭 就是說小朋友覺得他抗爭的是他的一生跟他的未來 所以那個時候是台灣還跟香港聯動 那還是有一些國家政策跟路線 今年真的沒有 今年一下牛鬼蛇神冒出來 而且今年只要會說乾話就有支持度啦 所以怎麼會把總統選戰 弄得很像在選諧星一樣呢 那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說 在這一次趕快把真正的總統候選人 不管我認為賴清德主席他已經做好了一對一的準備 那既然做好了一對一準備 大家都就定位之後呢 我們就好好的來把國政談清楚 這個才是一場選舉嘛 可是現在呢看得出來啊 柯文哲因為現在的訊息的來源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可以看報紙看新聞 現在網路一分鐘三分鐘就可以讓一群族群 手機族群就可以知道他認為的資訊 所以他在得到訊息的來源 很容易透過像柯文哲的網路操作 確實很成功 因為他的投地的對象是正打中他們 然後他的負面新聞 在這個新聞投地不會在裡頭 所以當我們一直講正好這麼努力的 把新竹的事情大祕寶每天讓他挖 可是對他們還游動的非常少 因為他聽不到我們的訊息 我觀察柯文哲有一部分的支持者 真的是抖音的使用者 然後台灣真的有一批年輕的世代 他們真的是抖音跟小紅書的使用者 然後抖音跟小紅書的資訊的推播跟管制 真的是相對封閉的特殊的親中的市場 他就是無風接軌嘛 可是那一塊市場你會變成 其他的政治人物也觸及不到 對 就包含不是賴清德觸及不到而已 事實上郭台銘跟侯友宜都不容易觸及到 所以柯文哲已經把大多數的社群平台 都作為他最大的政治能量的這個操盤模式 然後那就會使得他相對上在那個平台 跟那個年紀的支持者 他擁有絕對的優勢 可是相對上會使得這場選戰 進入一個更複雜的處境 所以如果今天小紅書 抖音他們可以解封就是說 我不再以柯文哲為依規的話 也就是說在對岸那邊他們期待說 那可能這個人選不再是柯文哲 他的變數太大 他調整到侯友宜的話 我相信這個訊息是在這幾個月是會轉變的喔 你認為是中國的這個最後某種程度的壓寶 因為這個演算在中國身上啊 這個手上啊 所以他只要演算認為說 我投資的對象要調整了 他的演算模式可以調整櫃啦 因為他們的訊息來源都是很投地式的嘛 完全是投地式的時候 其實要改變觀念要改變並不難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各位交易分別的 New March 好 好 這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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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